欢迎收看今天的外汇行业 一德商银行表示 若本周英国银行降息而无Q1 英镑料将上涨 二道明证券表示 温和美联储政策之下 美元应当会走弱 三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中间价报6.6195 大幅升值256点 大家好 今天是8月3日星期三 欢迎回到新一期的外汇行业 英国银行本周四宣布政策决议后 英镑的初步反应可能是上涨 因为英国银行或暂时保留量化宽松弹药 已被不时之需 英国银行将于北京时间周四19点 公布利率决议并发布通胀报告 目前市场预期将会降息 且量化宽松规模将在3751英镑 不过德国商业银行预计 英国银行不会在本周重启债券购买计划 该行并称 英镑能否维持涨势 取决于行长卡尼是否会暗示 将在接下来会议上进一步加大政策力度 德国商业银行指出 如果本次再度引起失望 英国银行就可能背上 犹豫不决和反应迟缓的名声 这会降低宽松的效果 并迫使央行在后续阶段 采取更加激进的行动 自6月底英国脱公投以来 美国利率市场与美元之间 一直存在矛盾之处 从市场预计的美联储温和政策路径判断 美元汇率看起来偏高 分析师伊萨表示 2017年6月与2018年6月欧洲美元期货的比率来看 美国利率路径下行 美元汇率相对高估 同时他预计大宗商品货币将是赢家 并指出 尽管澳大利亚银行降息 新西兰下周也可能降息 但大宗商品货币相对较高的收益率 是个比美元更诱人之处 即上周五重挫超过1%后 美元指数本周二再度下跌于0.7% 并下探95整数关口 伊萨称美元周二全线走低 是因为市场认识到美国利率预期 与美元汇率之间的相对关系 他补充道 美元直到最近都很抗跌 体现了市场在美联储上周会议之前 对鹰派的预期 今日央行公布 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中间价报6.6195 大幅升值256点 创6月23日以来的最大升幅 在人民币对美元在夜盘交易中扩大涨幅 北京时间周二23点30分交易结束时 报6.6299元上涨0.19% 周二16点30分收盘价报6.6389 与上日大致持平 周二CY全天成交量下降至213.9亿美元 近日早盘离岸人民币对美元小幅贬值 昨日离岸人民币小幅升值0.11% 一年七星H隐含波动力连续第六个交易日下跌 触及2015年12月11日以来的最低点 百分之6.9225% 美元走弱是人民币升值最大的驱动因素 国内人民币利空因素影响逐渐消失 本节目由杜高斯贝出品 感谢您的收看 感谢您的观看